一顧建筑大师汉宝德在台湾有很多知名作品 其中1983年落成的南园 是台湾非常少见的苏州园林风格的建筑 2014年初汉宝德先生带我们回到南园 回忆当时建筑过程还有设计发想 虽然他离开人间 但却留下永垂不朽的经典之作 亭台楼阁山水曲桥 这是隐身在新竹新浦乡 1985年落成的南园 也是一顾建筑大师汉宝德 受联合报创办人王提武之托 负责操刀设计 以王提武祖籍浙江为灵感发想 汉宝德决定用江南庭园 一姐老有的思乡之情 只是建才和老师傅却是一大难题 当时说去做江南庭园的时候 你把你祖父点头了 点头了 但是回来我一下子糊涂了 因为我想到了 江南庭园是苏州庭园 苏州我到哪去找这个人呢 找这个材料 找这个困难 我一想这个不行了 我又回去找他去了 我找他去告诉他说 苏州园林用台湾做法 山不转 路转 汉宝德决定就地取材 以台湾本土的红砖和块木 取代传统苏州园林的白墙灰瓦 苏州建筑与敏市风格的结合 也宛如王蒂武从浙江老家来到台湾 落地生根的人生写照 南园主楼 南楼和副楼 秦德堂的命名 则是王蒂武为纪念父亲所取 汉宝德同时也透露 原本只有南楼和秦德堂的南园 因为王蒂武对员工福利的坚持 才有了同心楼的出现 我知道他很在意员工的休闲 可是我说我当时实际的时候 那你员工休闲不太合适 所以才我们两个才商量 你跟你爸爸商量 就赶快另改一个同心楼 由已故文人张佛谦命名的同心楼 取名灵感来自于希望员工能够同心 曾经是联合报员工休闲度假的地方 也曾经接待前苏联总理戈巴契夫 前英国首相财奇尔夫人等国际政要 直到2007年才正式对外开放 园区内还提供导览服务 引领民众进一步认识南园 走在园区里看着眼前的一景一物 南园不仅是经典建筑 也是已故建筑大师汉宝德 与联合报创办人王蒂武的一段知遇之恩 这个是一个文人的一个梦想 是不是 我会把一个自古以来的文人的梦想 把它做起来 我是觉得 对我来说是一切中间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是非常感谢你这个祝福 江南庭园与敏试建筑的完美结合 南园写下了台湾建筑史的精彩篇章 一代建筑大师虽然离开我们 却留下令后世赞叹的代表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